今天我是來佛主持 佛主持的佛林宮在過年期間 就是客人想要求助的省南信路 在佛林宮是有300萬年 立宿地名的求助廟 竟是全國維印馬祖定會求助的廟宇 在過年期間準備了 五成類的求助會 要提供給信徒來求 當時廟宏也將開放 幾年除了努力的設備 跟喪行後所致無法求會以外 未來可以說幾年開放給信徒來求助 路邊的押灰你不肯扮 佛林宮的灰其實不可以黑白亂 你看看這柱頂的一堆一堆的灰 都是一條休息苗 紅的是女寶寶 白的是男寶寶 不相信 讓他們來跟你說 過去佛林宮無單求助灰 都是在農曆過年開放到媽祖生日 李信徒一直要求這下 今年去廟宏也全年無效忍 開放信徒來求婚求助 照片這個女士 她是去年寶貝回娘家 特別回到佛林宮帶他們小寶貝 回到拜媽祖的一對夫妻 她去年回到已經57歲了 所以說她是56歲的時候生小寶貝 可以說最高齡的一對產婦 所以說高齡不是問題 只要有心來回來求媽祖母 相信媽祖母都會比喻大家 可以欣賞事成 就是說又懷孕喔 對對對 今年她又懷孕 醫生他交代說不要周遲勞頓 今年都不要回來 每年都一定要回來 帶她的寶貝回娘家來拜媽祖 這是來求職年紀最高的 對對對 我們本來年紀裡面有登記的 最老的是47歲 那這個婦人她今年算是58歲了 又懷孕了 所以非常的神奇 其實是因為現在的醫學幾番 沒辦法臺孫南路 也是佩蓮宮的欺負媽人的原因 不過這年頭生女生女生都不錯 但是我又說到回來 想要生女生女生女 除了克辛茗以外 各位爸爸媽媽回去 要是要投努力啊 至今新聞 歡迎收看小明星 布助企 柴洪波等